以兰大南澳地区很有可能成为高阶核非料的最终处置常制 南澳青年联盟和泰鲁格学生青年会高喊口号 通辟国家能源政策没有按照原基法的规定忽视原权 同时也要求台电立即停止南澳地区的探勘行为 为什么从过去到现在在处理核非料这个问题 以欺骗收买的手段来践踏我们原住民族的土地 我们的政府你让我们看清楚了 国家对待原住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恶指恶劣 要充分的公开说明而不是自己底下偷偷的做 再来我们强烈的要求这个国家政府 应该要落实原住民基本法的精神 不要欺骗我们的感情 96个公民团体一同上凯达格兰大道参加访和游行 蓝宇达武亚美族人今年也没缺席 蓝宇核非料签出时辰表一再延宕 族人要求政府不要再继续跳票 不能因为没有找到最终处置长治 只好继续让核非料放在蓝宇毒害岛上族人 已经12年了 这个千长其成一直都没有实现 不管是民进党执政或者是国民党执政 它一直无法呈现这个政治承诺 不要等到找到最终组织场所 才要把核能被料签以蓝宇 我们希望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 314反核游行主要诉求 要求政府立刻将核123电厂除异之外 也要求废除核四的计划 反核游行迈入第五年 同时也是日本核灾的四周年 日本核灾遗毒仍然是进行式 但对原住民族的社会而言 低阶核非料核实迁出蓝宇 高阶核非料会不会存放在大南澳地区 或是继续在原住民族地区 进行潜在长旨的探勘行为 都是族人关切的议题 记者国民亚微博杂克 台北市采访报道